应该有能力的 这些家里的人 这些老年人 不要做什么事情 让他一天都是念观音信咒 念阿弥陀佛 用传经论 其他什么都不要让他干 这就是对老年人修行的一种安排 让他们要研究经论 闻思修行 恐怕他们有点困难 尤其是让老年人辩论的话 更困难 现在通过移民来辩论 有困难 我觉得大家应该跟他们 结上一种善愿 使用转经论 使用转经论 原来我也想过 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 但是现在可能 原来法王如意宝当时 给大家方便的时候的 加钱和现在有点不相同 所以只有自己想办法 当然自己想办法 现在我们的交通 很多比较方便的 只要自己关心 不管是通过网络 通过各种途径 请一个转经论 并不是没有能力的 现在世间上所有的 搞声音 世间的产品 大家都是如实地有能力 所以我想以后 作为一个佛教徒 应该用转经论 然后我们有些出家人 有些修行人 给别人结上善愿的时候 其他的一些财物 其他的一些地位 民事 这些来对别人结上善愿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就算了 应该使用转经论 劝他行持善法 那这样对他的今生来世 等等有非常大的利益 有不可顾量的功德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希望 通过这个转经论 让每一个人的修行圆满 清净 其实这个转经论 行住 坐卧 都可以使用 我们走路的时候 也可以用 常美仁波切也说 这种善根是间变异性的 就轻而易举 能成办重大的事业 如果让我布施很多的钱财 供养僧众 我不一定有这种能力 让我通过多年闭关修行 对我来讲 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不管在城市当中也好 或者走路也好 吃饭 很多只要有空欲的时间 就可以使用转经论 那这样一来 你在空欲的时间当中 无尽当中积累了 许许多多的资粮和善根 因此我们以后 在权贵各地世界各地 都应该尽量弘扬转经论 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也说了 现在美国和新加坡 加拿大的很多的信徒 也特别喜欢 我们佛学院的转经论 他们都认为我们这里的 转经论的加持也很大 然后都使用这方面 但我觉得这个 也是上师如意宝对后人的一种教言 哪个地方清的话 都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里面的咒语 罗志正言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因为今天因世间关心 我也不光说六指正言的功德 总而言之 以前佛藏大师 有一个叫做斑马郎巴 在他所开取的观音海虚 观音海虚当中也是这样讲了 就是具有发菩提心的 具有智慧的人 如果使用转经论 使用转经论的话 那么摧毁无无间罪 摧毁轮回 四大四业成就 最终获得究竟的成就等等 讲了许许多多的功德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这些佛教徒 一定要有一种信心 没有信心的功德 也是不太稳固的 因此对观世音菩萨 有虔诚的信心 自己也是日日夜 应该行持善法 行持善法当中唯一 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转经论 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 这几年以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错 大家转经论 并没有放在家里 经常走路的时候 在开法会的时候 甚至看书的时候 经常用得起来 那么用得起来 我们自然安然就做了许许多多的功德 因此你们对亲朋好友 想帮助的话 用佛法方面 尤其是以转经论 逐渐逐渐度化他们 其实我们这个转经论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发财 僧观 得名声等等 这些方面的功德 现在有关一些文章当中 感应篇里面写得非常多 但是我今天 在这里不广说 总而言之 世间和出世间 一切的功德 也是依赖于我们的 发心和声誉意的力量 那么声誉意的善根当中 应该刚才莲花生大师 和乔梅仁波切所说的那样 就是转经论的功德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口里面 念诵的功德大不大呢 一般来讲是非常大 你念《金刚经》 念《阿弥陀经》 那功德大不大 肯定是大的 然后你身体做磕头 做转绕等等 功德大不大呢 肯定是功德大的 但是这些功德比较起来 按照佛经的教证 应该说是 使用转经论的功德相当相当大的 因此说 我们今天也是对你们每个人 从负责的角度来讲 还是要好好地用转经论 短暂的人生当中 什么时候的的确确是不好说的 那么自己 我都经常这样想 不管是在车里面也好 在家里面也好 凡是一天用一点转经论 心里都比较舒服的 如果当天没有用转经论 或者转经论从家里忘了 的话 心里都是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身边的很多人 也直接或者间接起了一些作用 受到一点点的影响 我们现在通过这种传法 希望大家以后 无论是哪一个居士 出家人 还是用着转经论 不要认为是 啊 我用转经论 别人看了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以前我们上升如意宝 在课堂上也是批评过 有些年轻人认为 啊 哪是转经论 我这么年轻 有点不好 好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 其实所谓老年的标志 不是转经论 转经论就是我们真正行持 大乘佛教的一种标志 所以别人不接受是别人的事情 别人也许是用邪见来看他 也自然而然对他的相续当中 种下善根的 蒋梅仁波切也说了 如果我们使用转经论 那么这个人生生世世 都是不会堕入 邪见的家庭当中去的 然后这个众生生生世世不会堕入 什么龙牙 盲人 还有什么脖子等等 诸根不全人的家庭当中去 我们使用转经论的人生生世世 都是不会堕入一些贫穷 下贱 还有一些屠夫 愚妇之类 比较低劣的家庭当中去 而且生生世世都是转生到 忠心高贵 信仰佛教 行持善法的家庭当中去 所以对我们今世 来世 从各方面来讲 的的确确 《传经论》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因此这方面也并没有渲染 我们用佛教的口号来加以说明 应该是非常真实的一些 大乘经典的经绪里面来说宣说 因此说我们大家一定要 尽量以发菩提心作为基础 平时所作所为当中 不离善法 不离善法的话 那么我们身体和语言里面 身体经常使用转经论 口里面经常念诵《观音行作》 这就是心里面对自他所有的众生 行持善法 如果你做到这三点 那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藏地真正的 一个好的修行人 他经常这样做到 无论你是在家人出家人 或者是老年人 还是年轻人 口里面要念诵《观音行作》 而身体用转经论 心里面发善行菩提心 这就是一个修行人的标准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么有时候自己认为 自己修行的境界很高 转经论这些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安住在境界 但是你如果真正能安住在 生意不可思议的境界 都是非常不错的 可是这种境界 对我们凡夫人来讲 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跟随高僧大德们的足迹 就像法王如意宝所说的那样 你的见解再怎么样 不可思议也是 你的行为最好不要 远离取舍因果的标准 不要远离取舍因果的标准 那么这个金刚语言 大家都是应该 牢牢地记在自己的心里 平时行持善法 使用转经 为一切众生作有意义的事 今天讲到这里 天下 天下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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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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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